好,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下,点这个详细的详的时候会秀出详细的资料 那因为我们这里的字这样看起来有大有小的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来稍微修改一下它的CSS 我们在这里,因为它全部会包在这个ID式APP的里面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在APP里面 我们来让它的字体改成12PT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来重新开一下 诶,还是这么大,为什么没有作用呢 Phone size 12PT 啊,这个ID是要用锦字 嗯,是用锦字吗 看一下底下,应该是锦字没错,来试一下 好,这个这样字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12PT的字 那 好,这样看起来会比较,但是Button的字好像还是很小 那Button字没变的话 Button,Button,Button我们来直接改一下 一样给它12PT看看 嗯,没变哈 嗯,Button为什么没变呢 InputTypeButton,Close 啊,Input 应该是Input 嗯,字体一直没变 嗯,很伤脑筋 为什么 直接,直接丢在这里面,怎样呢 感觉是不是被,被锁住 Google里面有一些设定用,弄弄弄住了size 直接写在里面 嗯,再来看一下 这样应该是最,最没问题的 可是还是很小 那,Style Fone size 12PT 我写14呢 没有变化 好吧,暂时不理它 先把这个删掉 再找时间看一下这个问题点 为什么这边显示出来都会有问题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点这个详细了 我们上次有做到点完详细之后 它会去呼叫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好,详细的详在这边 它点完之后会去利用view的click方法 去呼叫一个detail的index index就是这个 0,1,2,3,4,5,6,7 应该这个就是7 看一下7 这个就是0了 好,那它会去抓它的index丢进去之后 来呼叫它的方法 方法是在这里 好,detail 它会传进去一个 呃,索引 那有这个锁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抓出一些资料 抓出什么资料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是抓出index嘛 那其实它index也可以去抓出它的课程编号 对,可以抓出课程编号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时候这边会 来说这里我们会做一个 抓出该课程的所有详细资料 并且显示出来的 好,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暂时先把这个课程弄大 单独focus在这边 好,那这边的时候 它其实会去呼叫我们的城市 课程管理的城市 所以这边会去呼叫这个城市 我们要去抓出 看一下 好,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点完了某一个 看一下 点完某一个详细 比如说肢体戏剧 点下去之后 它要去这个Excel表 去抓出 这个里面的详细资料 好,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个是传给它这个 课程编号 这样的方式OK吗 我们先试着来做做看 就是如果是给它 它是传进去课程编号 然后再去这里寻找课程编号 是某一个传进来的值的 然后再去把整个列的资料抓出来 这样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这里我们 检视页这边我们就要给它传进去一个课程编号 所以我们先试着看能不能把课程编号抓出来 课程编号 那课程编号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阵列 所以我们这样试试看 Vue,就是List List就是View本身的 ViewMotels 他的第幾個 裡面應該是有一個物件 那物件叫什麼呢 物件叫 ID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先能夠順利把個特程編號抓出來 欸 不會動 這表示沒有抓出來 那麼 我這裡打錯了 ViewModels and for the years 好 你看我們這個藝術創作 他是D1 那我們點一下去詳細的 他就會去抓D1 好 那這個是F 就會抓F 好 那第一步 OK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去呼叫 我們會把這一串 給他一個變數值 應該也不用給變數值了 就是他會把這個 ID傳進去我們的課程管理 這邊要一個是顯示那一筆的詳細資料 所以我看一下 這邊有新增了 那這個是 這個也是 這個是新增的GET 這個是新增的POST 這個 那我們把這個距離先拉開3個看看 然後3 好 那這是顯示所有資料 所以這裡我們 要再寫一個 GET DETAIL 好了 GET DETAIL 就是抓取詳細資料 那這裡傳進來的會是一個 課程的 識別碼ID 所以我們這裡註明一下 好 叫GET DETAIL 所以我們這裡的時候 就會去 去 丟進來 課程的DETAIL 進來 進來這邊 那傳回去嗎 不對 我們要開啟一個新視窗 這邊中間會開啟一個新視窗 所以我們 新的視窗 我們要取名叫做 View Class DETAIL 我們要開啟一個這個新視窗 那它裡面的內容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 CREATED 都是 一樣的 差不多的 好 那開新視窗的方法 我們之前有寫過了 我們來摳一下 就是 這個 GET方法 好了 那我們把CREAT 好 那裡面開的方法叫做DETAIL View Class DETAIL 那這個名稱我們是寫 詳細 資料 那抓進來的時候 要不要直接傳紙給它呢 這邊其實是可以直接抓紙 但是要怎麼傳給 傳給它 然後帶進去呢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帶 帶的方法 我們來搜尋一下 Google Appscript 我們先來看它原本的範例看看有沒有傳資料進去的方法 可以直接傳進去 那我們就不用再去做一次那個資料的抓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然後它開起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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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title 然後 show 然後 show 一個UI 然後 get select test get select test 取得 然後 追 回來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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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並沒有寫到一些那個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們還是依照原始的方式 我們這邊不傳資料進來了 但是如果不傳資料進來 我們怎麼知道他是抓哪一筆出來呢 這個點下去開起來 那他怎麼知道是抓哪一筆 好吧 那我們來試著來看看怎麼傳資料好了 所以這裡還是要ID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邊就要來做一件事情 叫做google.script.run 那run的時候 它應該是像這個底下的新增課程 然後就是直接run一個方法 所以它run一個方法 那方法叫做get detail 我們直接call 以免打錯字 好 好 那它會呼叫這個方法 那裡面的ID就是這一串東西 好 那它抓出來之後 那它抓出來之後 其實是不管它的啦 就是抓出來之後 就是交給它自己這個方法 去做自我的管理 那detail這邊它就不管它了 好 所以view這邊我們就寫完了 那再來這邊我們先來記錄一下 它是不是順利的把ID傳進來 我們做一下那個log的 記錄看看 來的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詳細 果然它會彈出一個課程詳細資料 那它會有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其實是還沒有把它塞進去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log這邊 記錄是不是有寫出抓出來 A1有傳進來了 那接著我們就要想辦法 讓它這裡面會 呃 存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來試著看看 那這個先關掉 Details這邊 我們要想辦法把資料傳進來這個地方 那我們 這樣可不可以直接傳呢 我們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帶子給它 可不可以帶子給它 我們來搜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麼寫法了 這個因為沒有試過所以也不清楚 這個是 有 我們把參數丟給 HTML 我們看他怎麼去把 參數丟給HTML 那我们试试看一下他有没有人怎么写的 所以他是create完了之后 然后他show一个 这个 但是他没有写要传什么传后面这一串吗 slave file吗 我们来看底下这个人是不是有回答 他是create一个template from a file 所以 我们这边看一下 把它先抓过来一下 所以他是做这个 我们先把它扣过来 比较好 观测了 先习惯把它贴到底下 这样比较好 去做撰写 所以他是利用create template from file 他说 他说 这边会有一个 data from service server template 然后 htmloutput 把这个template 做一些事情 之后 set一个title进来 然后output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script 他会存一个 data first 写着 底下另外一种方式 在append 一个 隐藏 的 资料 我好像比较喜欢他底下的这个方式了 所以我们用底下方式试试看 把它扣过来 好那这里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 UI 可以append吗 好那这时候看一下 UI可以append吗 可以 他可以append一个 我们可以一个 就是一个 随便一个啦 然后我们来先直接显示看看 没关系啦 一个div的标签 那么这个div里面呢 其实是塞着我们的id id 我就是 传id给他试试看啦 然后这个说 对 所以这样就是加上去了 应该是这样看看 是不是 可以成功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 你看这边就多一个a1了 好那我们关掉再看另外一个看看 这个是c2云端乐团 哦有 好那我们先 我们先用显示的方式 这个 如果你是style display num就是会把它隐藏起来 好所以我们这边会去抓取他 所有的资料 我们抓取他所有资料之后 我们把它丢进去一个div的标签 并且这个div的标签 我们会设成隐藏式的 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资料的传递 所以前面我们会去抓取一份资料 抓取 Google 试算表资料 那我们之前有抓过我们就直接扣过来 Google试算表这边 这边 这边 一样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就好 所以这边会去开那个test的id 那把课程表这个地方 弄出来 然后 然后 先读取所有资料吗 课程编号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底下先取消掉 因为我要先测试抓的资料对的时候 才来处理这个 显示的地方 所以这里是 Google试算表 那会去读取资料 所以我要去读 最后一列 对 好吧 把它全部读进来好了 比较 比较方便了 然后 那我就去用这个抓取所有资料好了 因为我去把它全部抓进来之后 再去比对出id是 他的 地方 所以这里我们 来做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就变成两边都会用得到 好那先 先不管他了 所以这边会丢一个 直进来 那我们一样去抓这个好了 好那 这样应该是 不用再做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你看这个是一个阵列 所以我们 建立一个 吧 class ass objets 等于 get class list 所以他就会去呼叫上面这个 然后去把所有 这些 的资料 叫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 看到 然后去比对 我们去比对 我们去比对了 去比对哪一笔呢 for 我 我 把 i i i 小 于 place objects place 那我們先暫時 給他一個 get object 等於 new object 好 然後 我們先去列出他的ID看看好了 怎麼去列出ID呢 place 可是這個應該是從1還是0開始 假設是0好了 看一下看看是不是 他的第1個的ID 那我們去把log出來 去把它記錄出來看看 好 那這個暫時先取消 所以這裡會去抓取所有課程的資料 也就是 這裡所有課程資料 然後會去 由0開始 1比1比把它印出來 好 我們來執行看看這個get detail 看看 get detail 我們來檢視一下紀錄 好 所以他會把這個全部的 課程的前面這個 課程編號全部印出來了 好 那我們只要比對 你傳進來的 這個ID是哪一個ID 如果相等的話 就把那個子塞進去給他 那就對了 好 好 所以這裡我們就要判斷一下 如果 ID 等於 應該是 我們扣前面這個了 就是這個的ID 等於傳進來的ID 的話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把 class object 裡面的這個 丟給這個data object 好 我們這邊可以就把它刪掉 OK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抓取到的東西 logger data obj 我們來看看他有沒有抓到資料 我們一樣執行看看 這裡 因為我們測試的時候 這邊 ID沒有傳進來 所以我們直接用這雷面來測試 可乘管理 好 那我們假設是A1的肢體戲劇 點一下 那他有去執行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執行紀錄 A1嘛 好 那所以他是A1 時間是10點到10點50 沒錯 他是肢體戲劇 所以這個整個都沒錯 好 那我們再試一個看看 A1有兩個 我們來試一個 雲端樂團好了 好 那看一下紀錄 好 果然是雲端樂團C2 然後好 那這個部分就沒錯 那我們等一下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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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